聽見嗎? 聽見嗎? 各位收到了 聽到嗎?今天那麼靈敏 剛剛有 backup的兄弟報告後 他們說HKBN好一點 一時就有些人說我HKBN很順 但是有其他照用HKBN都是這機 所以我就不太清楚 你們怎樣? 現在我上次谷花轉轉轉 我不是偶然 他幫你開年你知道嗎? 你明年新年之前開著這個 就幫你轉雲,幫你谷花轉雲 這個新的轉雲方法看JTV轉雲法 知道嗎? 接著試試HKBNSAUCE看看信不信 好,看看HKBN有些人說 B.C.塵奧方面還是完全沒問題的? 我想問,我塵奧這邊我教SAUCE Medium以上也沒什麼問題的 即使是我用我的老爺機 知道嗎? 等一等 等一等郭大俠吧,成龍 郭大俠正在來 咳咳 殘奧沒問題 這樣就好 成龍等一等郭大俠 先打給成龍,我怕他沒有開台 大俠正在來 大俠正在來 什麼意思啊?RB? 對呀,話說先說一單新聞 C7就拿了世界足球先生,你們怎麼看? 拿了金球獎啊,你們怎麼看? 你怎麼看?比利是否終於開債了? 即是登了 登了二十幾三十年,比利是否終於沒有再出事? 看 陰公主,我多怕C朗 C朗又哭又成 早幾年C朗是沒有出席的 有些人說,你知道嗎? 還有幾年是不去出席金球獎 我今天看到的Pose聲音是很有趣的 他這樣說 肅敵C朗承認了 我就是菇伊末後美斯 那是我最大的對手 話說今年國際捉獻的金球獎中 C朗作為 葡萄牙的國家隊長 打上去吧 各位,國大俠 開始吧,開始吧 C朗作為葡萄牙的國家隊隊長 每人有三票 他是投法卡、奧巴爾和奧斯爾 他為什麼不投美斯呢? 他接受西班牙電台的時候 就說了一個原因 他說是呀,我故意不投美斯 他說在金球獎評選中 美斯就是我最直接的競爭對手 坦白說,滿頭美斯也是我的策略 你們怎麼看 然後在訪問期間 他就說最令人深刻的是頒獎禮的時候 斯朗就帶著自己的兒子領長 然後灑下藍兒淚 然後斯朗就說 其實領長之前答應過大家不會哭 誰知道一上台就把握不住 他說獲獎我本身已經有心理準備 我心想爺硬 可能他自己本身也覺得應該有些信心 但沒想過真的上台後突然說不出話 在這裏噴煙 然後我媽媽也哭得像個小孩一樣 他說看到我獲獎真的太興奮 他這樣說 你們怎麼看 蛤? 你知道嗎? 如果其中有一個兄弟不是我說的 不是我留言 很多高登仔 就是這樣稱讚他 斯朗真的很好 什麼好老的 什麼君子坦蕩蕩 真性情 說斯朗就 斯朗就自己做了什麼就感應 他不會暗啪 我都一口美斯 他不會這樣 他有很多高登仔就說 斯朗很君子 做過什麼感作感圍 那些感覺 很誠實 老實 你怎麼看 你已經幫我想偷的了 終於聲明 你覺得斯朗是不是 你覺得斯朗這樣不投給斯爺 說真的他投的什麼法卡奧 法卡奧 什麼巴爾 那些完全不是大業 他又不敢投 投那些 哇 幸好他擁救了 他又不敢投什麼伊巴謙莫域 聶貝利 最大候選名都是聶貝利 聶貝利和美斯 他又不敢投 你怎麼看 好 來吧 給下去 你有沒有 忍上去 好 敵人了 再給下去 好大俠 他又不投這些 因為這些是最有威脅性的 他投這些就有機會加上去 他投了什麼法卡奧 嘩 癡根 手機 不知道是不是說那些不應該說的東西 說了司朗 說了捉協 EA幫司朗 癡根 唉 唉 來吧 那說到哪裡了 然後就 你說應該達叔拿 我跟他小時候爭 我已經好像黎明那些 在足球壇上 我早就封獎了 封我盤 不拿了 已經宣佈對外宣伴 這些是射手掌 那些我不會再拿 我已經拿了三十多五十屆 我就是這樣說 有位兄弟說 如果輸了那一票 那就很傻的媽 他就這樣說 如果你為了勝利 那是無可厚非的 但是如果你作為一個認真 就是一個忠於足球的人 坦白說 如果你說真是 怎樣都未夠 就是巴爾 什麼法卡奧 法卡奧 都未去到那個水平 即是未去到拿金球獎 說真的未能夠 那種 王者 還未去到球王 那個level 我覺得是這樣 所以我就 很多高等仔 就賺了 我說司朗 真性情 哭 怎樣怎樣 真的很好 嘰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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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告訴你 如果這件事 是美絲 反過來 就是美絲就說 我是故意沒有投司朗 他最大的對手 就是高等仔 你知道他會說什麼 肯定有 有位兄弟在下面留言 如果是美絲承認的話 高等仔就會立即說 什麼垃圾矮狗 美絲 小器鬼 你們怎麼看 他就不斷在賺 賺 賺斯朗 我就踩美絲 美絲做什麼 就是原罪 你們怎麼看 然後有位高等仔的兄弟 就說 不明白為什麼 高等仔會支持 斯朗 斯朗就像MK仔 周圍有很多女兒 等等 高大MK 為什麼 我明明是美絲 就是對著女兒 躲在家 就是和女兒約會 優惠被人捉到 她都是打 WIN 打一整晚 都不是在 不是在 是在毒藍 為什麼你們是 本事 大家都是 大家都是 真毒 為什麼要這樣教 為什麼要互相踩對方 她說不明白 我想問你們為什麼 你們是這麼討厭 你們為什麼這麼討厭 我上次張家輝 因為他是巴塞 我兩個高途反面 怎麼處理沒辦法 這些是這樣的 有時是這樣的 除非他們有一天 他們去到同一間球會 才有機會一笑敏恩仇 你的樣子如何 你覺得美絲很醜 你覺得張家輝醜 不差 你的樣子如何 美絲影帝 有賓和武笨 騙哨和不騙哨的分別 嘩 哨不是他吹的 大佬 美絲 是吧 斯朗就試過弄到 朗尼 朗尼紅牌了 現在對著 對著 屎高拉尼 還是誰在 在那 單眼 你記不記得 普通的國家隊 勾過背 你怎麼說 我立刻反駁 嘩呀呀呀你 斯朗也試過做這些 狡猾招數 引人犯規 激到朗尼 不知道為什麼一夜 剷到 剷到斯朗紅牌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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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 美絲投了給斯朗 這樣就證明 美絲好什麼 美絲好像有 讚斯朗的 你知道嗎 他在別人訪問 他說是無可否認 他說斯朗的實力 就是當今世界上 就是無可置疑 他就說 除了立場問題 我是身為巴塞 他是黃馬之外 他說作為一個足球員 他說一個這麼厲害的足球員 斯朗是值得欣賠的 他就這樣說 試試看 美絲就讚 美絲在這裡讚斯朗 為什麼你們就 你看 很認識英雄 中英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你們這麼討厭美絲 我很不明白 我很想知道你們的原因是什麼 啊 又在這裡說什麼 垃圾米狗 美絲 哈哈 啊 什麼 美絲是 射球迷 偷笑 斯朗 射球迷 魔術 有些人這麼說 啊 美絲好假 神經病 偽君子 我都猜到 美絲說什麼 你都說什麼偽君子 美絲很慘 完全是 我覺得你們有一點錯怪 美絲 我覺得他也是好的 我覺得是 他 他也算是很努力 停播 我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可能是 新聞經常報 什麼斯朗 什麼勤力 美絲就沒有做這些 不解 美絲這麼矮 你都可以做到 球王級 你都知道他要花多少心機 去彌補我的不足 你知道嗎 你思考得這麼高 這麼大 就像撞檔 彈車一樣撞 思考得不得 不行 他又要靠自己的 球技啊 那些 在鍛鍊 要有腳法 或者怎麼樣 你知道嗎 矮仔 矮仔的 體力不容易 美絲打獸 有些人 有些兄弟就忠肯了 誰說我只稱讚斯朗 他說我兩個都罵兩個都是狗 他的感覺 連作法 你又比較 我先不理你的評價是怎樣 但是你比較公平一點 你又沒有 沒有什麼 沒有偏幫 其中一邊 啊 美絲很陰濕 在哪方面陰濕 可不可以提供證據 因為我要幫 因為我兩個都是我徒弟的 我兩個都覺得 兩個球技都不錯 心底也不是太差 所以我就很想問 美絲這個人很nice 你看他樣子 張家輝你那個人nice不nice 上由心塞 如果你說張家輝nice 的話 美絲又不會差到他 坦白說 你看看 慈善球王 斯朗 你知不知道C7為了要操心 自己做了多少事 我當然知道 我又看我兩個 我訓練出來 我不知道 但美絲又沒有說而已 只是我覺得兩邊 說真的 去到這個level 大家不積極訓練 哪有保持到這種狀態 你看 狼瘋 縱使他是天才 天天去 爛瓢爛滾 立即那個狀態很快 跌鑊 兩個人可以踢那麼久 勁波 都是傑身 傑身自外 是不是 知不知道 總之 斯丹那些 不要以為他真的完全天才 個個都是有練波才是這樣的 就是這樣 我最主要就是這樣 當然 最佳11人有什麼 什麼沙圍 好像有什麼 門將就是那個 德國佬 德國佬我忘記了 柳瓦好像是 然後有什麼沙召拉莫斯 然後就 啊 哪個 好像是印尼斯達 沙圍都有的 然後美絲 又有伊巴斯朗 前面就好像是這樣 伊巴就正前鋒 然後斯朗右邊 右翼 然後美絲就左翼 中場就是 沙圍加印尼斯達 後場 後場我不是很記得 扭一下之後 我只記得沙召拉莫斯 半隊西班牙 好像三四個 等著他們玩完這場 然後還有另一則新聞 說說一下其他新聞 這個金球獎那些 話說 美國有個 有個女生 很好笑 最近她為了跟那個 男人爭吵 她說 爭吵什麼呢 他們在聊著外星人的話題 他們就聊聊一下 突然間 有些意見不太適合 發生爭執 於是那個女朋友就很生氣 她一開始就衝了出家門口 然後突然又回到家了 然後就換上一套 性感的白色內衣 那個男朋友以為 可能女朋友見到 可能女朋友吵架 吵了外星人 吵到臉紅耳赤 那個女朋友認低威了 想來哄她 穿些情趣內衣 用身體來 滿足她 哄她 而且那個女朋友 還對不起那個男朋友 說什麼呢 她就說 看你瘋了 還是我瘋了 她就這樣說 報紙就說 正當男友 要逃出自己的巨龍 準備和女朋友來一場 魚水之歡的時候 誰知道 她女朋友突然在自己的底褲 在一個 重要的地方 拔了一支銀色的手槍 突然拿一支槍 指著那個男朋友的頭 那個男朋友見到 就馬上把底褲子吵架 她就這樣說 才安撫她 吵下她 你怎麼這麼生氣 沒有開槍 然後當那個女生 情緒恢復一點 冷靜的時候 她就馬上 報警處理了 於是這個男朋友 就跟警察說 她就說 我剛剛已經趁女朋友 不注意的時候 把槍就收在廁所裡 然後丟進垃圾桶 現在這個女朋友 就被人 暫時扣押 你怎麼看 你怎麼看 會不會因為一支 談些什麼外星人的問題 聊到 這麼生氣 這麼生氣 我都想知道她是談些什麼話題 令到這麼生氣 生氣到要拿槍 拿槍來 對著自己男朋友 二來還要這麼忍悔 她還要不知如何收 收起來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不是什麼儀式 原來她突然換掉 什麼白色的 性感內衣 還是怎樣 走火亂說 其然 一定是 幾乎 其實不小心按到 按按按按按按按 很嚴重的 而且她還收在這個地方 很危險 不小心避免 或是怎樣 就立刻按下去 自己走火 彈在自己的 廁所 你們覺得是聊外星人 你們有試過跟朋友聊話題 聊得這麼生氣 要對面對面 我問你會不會因為你跟朋友有雞仙還是有單仙的問題 吵到臉紅耳赤 打架 我明白了 有雞仙的 然後你就回答 不是 有單仙的 你試試再說一次 他說你再說一次 有單仙 我就立即招到你飛天 有單仙之後就害我 會不會這樣 說真的 我也完全不是很理解 除非他可能當那些 那些什麼外星人 有些可能當外星人是信奉外星人 有些宗教 或者說一些羞辱 羞辱外星人的說話 或者說一些 你們怎麼看 喂 有什麼 你們試過什麼 試過聊 聊達叔 聊到這麼生氣嗎 聊些什麼 有人詆毀我 所以你生氣 不需要介意 說真的 我沒什麼所謂 說真的 你不需要因為這樣而生氣 知道嗎 不需要因為我而生氣 因為我是不會介意這些事 你不需要因為 為了幫我出頭 知道嗎 各位 我現在說13點 應該差不多了 好像15分鐘一場 可以用到的 對嗎 他那一刻定爆機 這些問題就不需要太大討論了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一句話就是 事實勝於紅便 你立即回答他 你不用 你不解釋給他 直接用例子回答他 蘋果是有報道 有一則新聞用過我發聲的 他又說最近新年就來了 他說要有拜年的課 教小朋友 正確的拜年方法 他說如何自正康圓 來拜年 他說有時候有些說話 有些搶頭 有些課程幾次 什麼500元還是什麼 你們會不會報這個課程 我想問我是否報完 就會容易拿來時正確的拜年方法 蘋果的報道就是這樣說的 這些蘋果說 他就說 如果這樣的話 什麼排隊啊 什麼吃飯啊 那些全部都要上課啊 他會這樣說 你們怎麼看 有誰會報 他說自正康圓拜年 恭喜發財 你怎麼看 是去到他用了我的聲音 就是因為我最後某一年 好像前年 在玩Singshlo Singshlo 3還是2 不是很記得了 去年還是怎樣 總之就是我心想如意 在直升機上 啪啪啪啪啪 好像是前年 是前年還是去年 我都不記得 說真的蘋果那些 他找這些影片比我更快 我也想不到我有遲疑的情節 EA商有問題 不要緊 大家都知道 不要生氣 你們又斷線嗎 似乎是 你看看 出去再進 聖龍 一開門一應轟下去 你看 一開門 塞身轟 你的感覺 我的福氣轟下去 你又可以這樣說 把所有福氣轟下去 你又贏了我 我的靈魂在那裏作賽 我的球隊的靈魂 Let's go Let's go rock and roll 我看過一個 今天有個帖子很好笑的 他就說 我想問 新年 有個兄弟就問 年年媽媽都說 幫我收起 什麼儲存的 你怎麼看 NOTA等於WINWIN 怎麼撕 我忍在裡面 你知不知道 你贏我人的身體質素 你怎麼看 他說年年 有個兄弟就說 年年媽媽都說 幫我收起 利是錢 然後就說 儲存 他這樣說 究竟他有沒有真的儲存 我想問你們有沒有 你知不知 我想問你們有沒有 有沒有試過 我小時候都是這樣 小時候是說什麼 小時候好像 我爸媽都是這樣 說什麼 最常用什麼 儲存大過讀書用的 這些不准 除非你真的有我戶口 否則這些都是不亦而非 我不要說那麼多 如果你是五歲的兄弟 我建議你立刻開我戶口 你是口講無憑 你跟媽媽說 進去我戶口 二頭戶口利息高一點 一早用完 錢二世 媽媽有特別的儲存技巧 你問回我 喂我 你在十年前 你又問回我十年前 媽媽 十年前 我還在幾歲的時候 你跟我說 那些錢 說什麼 幫我儲存 現在去哪裡 我現在 等磁西 糧尾 我越大了 我可以拿來用用 你看他會怎麼回答他 他又會說 哪有啊 他這麼確定你自己用了 可能他會把你拿回來 大家鬥 鬥記憶 鬥記憶模糊 或者怎樣 這些 想斬過來 可惜 誰知道拿了去買股票 那些人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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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 有些人 生日送回風給自己的兒子 那些 他說幫你儲存錢 那些 嘩 撒下去 喂 豈有錢 你現在 拿去買股票 就有些 像獎積金 你看不看 嘩 好像那些 基金佬 那些 獎積金 你看到 錢 都是你拿不到的 眼看的手蜜蜜蜜 他先給你一些數字 你看 你的股票戶口有這些 他說你不懂 你肯定不會賣的 我猜他也不會讓你抽空 讓你買 買得到股票 會越滾越大 再越滾越大 嘩 這樣就撐不緊 要再給上去 好 如果你是爸爸 反過來 你會怎樣 你會怎樣 掠奪你的兒子 利是錢 我想問 你們心想 反過來 媽媽 死小子 過年又要買 新衣服 新衣服 新鞋 又煮 煮些什麼 狗大鬼 什麼團年飯 給那些花骨龍 吃 已經用到七七八八了 那些家用 怎樣 應該拿 怎樣 徵收 強制徵收 那些 利是錢 幫補家用 你們會用什麼 藉口 啊 我說 立不小心 媽媽 聰明 他一開始就不知道 他不想給利是 他 他的小生 他不知什麼 日本的 日本的壓碎詞 叫什麼 連獄 還是什麼 發音 好像跌下來的 乒乓 好像第三期 小生第三期 就說 什麼壓碎詞 日本的發音 就好像 落下來的 乒乓 然後小生 問他拿利是 的時候 他就立刻 丟了乒乓 給他 他媽媽說 幸好兒子這麼單純 當然不知像誰 一定是像他父親 還是什麼 然後就 拼了他 拼了他 不知道多少 幾多閘了 我記得已經是 幾多年的小生 每次都是這樣說他 好漂亮 你看看 我這些帶對角 斬得超漂亮 你怕 收打機稅 這兩個是 這兩個是 我們要徵收稅收 喂 老友 你現在要 好像香港政府 你要徵收利得稅 你在我這個合法地頭賺錢 他說你收到利是是因為我的關係 因為那些全部是我的親戚 親戚朋友 你才有利是 你知道嗎 所以你要分成 你也知道那些地產 或者怎樣 你要分成一些傭金 徵收你 80%的傭金 你是這樣說 喂 還有很多理由 你說 我怕你亂這麼小 你看 那些錢都很容易花光 你知道這些東西多貴嗎 我媽媽 你小兩世買一部 買一隻遊戲都沒有啦 兩三百元 這些利是錢 他說不要緊 我媽媽幫你 儲起他 他說 儲起他 他通常就是這樣說 儲起他 但是我告訴你 儲起他 還是不划算 你立刻跟他說 你告訴我媽媽 你知道嗎 現在 那個 錢是貶值的 你什麼通脹 你知道嗎 你儲起沒用的 他說你儲起 你十年之後 那一百元 是多少 你自己計算 嘩 你自己想清楚 之後你媽媽就可能 立刻仿然 但是不是 他說是 所以你立刻給我 給我一個小小 你這樣說 不然就 虧了 現在一百元買到 買到十個蘋果 不是 一百元買十個蘋果 太神經了 富士蘋果 都可以的 那些富士蘋果很貴 十多元一個 現在買到一百元 買到十個富士蘋果 他說十年之後 一百元買一個 分分鐘 你看 人民幣又升值了 你以前回大陸玩 爽 爽 那些人 一百元對一百多元 現在 嘩 你哭了 對吧 立刻拿回錢 不要說太多 大家脆脆地 分給我 大家一起洗 或者你問他 你和你媽媽說 你想不想交強積金 你喜歡強積金 不喜歡 那你又逼我 你為甚麼 幾所不容 你不是私人啊 媽媽 你為甚麼要這樣逼我 那些錢 存起來根本是用不到 等我長大後才給我用 你這樣有甚麼意思 很辛苦 很難過 還慘 更慘 慘 像是看到別人 就等於你看到一些很美味的食物 但綁著雙手不給你吃 很痛苦 這樣是 酷刑 是吧 嘩 被人這隻射下來 好 紅一紅 追逐生命很瀟灑 想再推 甚麼一百元分彈 分彈一百元痴 甚麼世界 一百元分彈 我剛才說一百元分彈 我之前是呀是呀 給他 招開力魔 一百元分彈 我說甚麼開酒吧 你們想說 我打遊戲不用錢 要我自己買的 抱歉 我要承擔自己世費的年齡 我是自給自足的 農夫 我所有遊戲 電腦 全部都是用 我一個月的支出 我想我最大的花費就是 我也沒有甚麼地方 我也很少外出吃飯 通常我告訴你 為甚麼儲不到錢 如果你經常外出吃 難一點儲錢 如果你 有些人要跟人吃飯 吃好東西 有些人是好嘴 即是說甚麼又難吃 還是甚麼 如果我真的要外出吃 即是我自己 外出吃即是家裡沒有人煮 我不想煮 我通常吃老馬 或是20多元 最便宜 最便宜的 那些就算 有些又不是 一定要吃茶几 你知道現在茶几 很貴 四五十元一個餐 還是甚麼之類 很辛苦 很難儲錢 你想想 一餐你都四五十元 你一個星期 當你午餐晚飯都外出吃 那你已經二百多元 你一個月走著 一千多二千 又喜歡讓朋友 或是甚麼 很麻煩 一聲就花光了 蛤? 你小時候是怎樣買遊戲機 怎樣問你父母買遊戲機 我之前說過 有些招數 可能是可以 可能是不行 例如 你跟父母說 如果這次考試 不知道 拿第一名 一百分 那些 那些 有部分有良心的家長 就應該會對 然後有一部分 就會下母 他就說 讀書 當你考成了之後 他就這樣說 讀書是為了你自己 你知道嗎